接着关心金管会昨天表态不排除第三方支付管道能够购买基金等低风险的金融产品 这下也让电子商务业者认为对投心业者还有业务的开拓注意匪浅 金管会12日表示如果第三方支付专法能够顺利完成立法院三读 未来不排除将开放第三方支付可以用来购买基金等低风险的金融商品 不过金管会银行局长詹真廷12号强调 金融商品把关较为严格需由金管会核准的投信机构才能进行贩卖 并且接受相关的监理与规范 业界也十分肯定金管会的开放态度认为未来如果能够透过第三方支付 购买基金等金融商品不仅能够拉抬投信业销售基金的业绩 对于第三方支付产业会员数的提升也很有帮助 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利用这个钱包要去买金融衍生性的商品 我基本上认为说这个管理的限制要放得更低一点才好 那至于说跟谁买这个金融性的商品 那本身他要有这个执照就可以了 基本上已经谈了很久 都已经在谈后面的细节 只要等这个金融馆会专法过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展开这样子的业务 业者认为未来行动支付更加普及 第三方支付将能一改过去购买基金商品繁琐的程序 也期望未来法规能更加松绑加速产业与经济的发展 有点TV中心肖国清台北报道